再看特别的画面 祈求电视讯号稳定 南投集集大山电视转播站每年农绿7月份都会举办普渡 那么今年普渡共评又更多元了 除了必备这绿色乖乖让设备乖乖顺畅 也摆上特定品牌旅行卫生用品 今年还多加码一样是口罩哦 不过呢 并不是为了要防疫 而是希望转播站设备可以靠得住 有照得住 全年运作一切顺畅 中原普渡拜拜共评很重要 仔细看看罐头泡面临时应有尽有 要让好兄弟吃得尽兴 也要他们懂这当中的梗 摆上绿色乖乖要机器乖乖别亮红灯 女性用品卫生棉也摆上桌 同样要绿色包装品牌也指定千万都要靠得住 亮点还有它一盒又一盒的口罩 因为不但要靠得住还得照得住 因为转播站想要损损损就得要靠机器吃饭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 它大概就是谐音就这样靠得住 卫生棉还有乖乖 那还有卢笋之 会如此慎重是因为拜拜的是 南投集集大山电视转播站 位于海拔1392公尺的山顶上 提供南投七箱镇 云林两箱镇讯号 潜伏起偏远山区民众的电视圈 为了要通讯顺畅 每年农历七月都要普渡祭拜 祈求设备运转正常 祈求我们的讯号能够正常运作靠得住 然后上山的道路非常的顺畅 葡萄贡品一年比一年还有创意 连商品名称也都精挑细选过 记者曾路车南投报导 葡萄贡品一年